好,那我们回答一下中芯 981,这个朋友没有说有没有评论 他说应不应该进入呢? 你怎么看芯片股和中芯呢? 如果你买芯片股,我就不太建议买一些中芯片股 不是说那么有吸引力 他们不是没有生意做的,其实生意也挺好的 但是市场上不太购买这一类型的股份 我想对中美关系的忧虑太大了 会是其一,而且你很长时间很正 又未必很正,因为你高端那些 即是先进责情那些又做不到,它真的没有机器 如果你真的讲到内地 又真的大大力去发展半导体 不过去哪间公司跑出来又不知道 我相信其实都会受惠 但是长时间最厉害的那间 跑出来真的很难说 因为你不是没有东西去买 你美股那些,你不买NVDR那些 其实近期来说,MU其实是抽一抽上去 可以看看,做一些RAM那些 因为近期也有券商出来去 因为上个星期为什么抽7%流畅呢? 因为有些券商出来看,应该是明年 可能那个价格应该是bottom了 可能有机会就收回上去 可能有机会就收回上去 然后电脑的机款 然后电脑那些又会更多 对他们的产品的供应 又会更大 所以你问我买一些半导体股 或者芯片股 我觉得不可以帮助 你说股那些 你永远都是很多时候就是一个RAM 你以为它突破 那破完上来,它又会落下 所以你的策略上 你可能在这些位置想买的话 我不反对的 那你就当是一个RAM 去做 然后买完就破了 如果它真的向下破底 破21元的时候,你就走 原来它真的bottom了 那它走一个RAM 你向上,你看到24元 它穿不穿得到 穿得到,它再break through 它会稍等于它开垃圾 那万一有一天,它又高开低走 即是好像什么时候呢? 即是你8月那些水平 它明明有没有错 走上去 又落下来 但是你看到那些 很多时候就是 你沽货的色录的时候 你就走 唯有用这样的策略去做 就是港股 它通常没有办法 你坐也坐不到 你常常坐上去 它又与你落下来 或者是一个这样的策略 自己去调节 因为市场不会遭受你的 地球不会因为你 你不去改变自己的策略 如果你想在港购买食的话